2023金门迎城隍舞蹈宗教文化观光季 6号在副县长还有金城镇镇长等人的敲锣下 正式宣布迎城隍活动揭开序幕 今年的舞蹈城隍文化观光季从5月6号到6月2号盛大登场 在开幕的典礼当中 沿途吸引很多的民众观光客驻足拍照 每年的农历四个杀利亚信红 是金门岛上最大的民俗庆典 大伙伴要办要尽量想办法啦就是这样 但是已经跟人家讲出去了 你不办漏气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说 没办法了 就是要尽量严重招办啦 不过我今年又扩大 还有小金门 赢小金门 还有回来赢十三项 因为今年排你当嘛 论你嘛 那今年我扩大几半啦 扩大几半拿回小特会怎样 明年如果有钱再办 没有钱我就不办了 整个我就不办了 就四个里赢金门赢城隍就好了 这个城隍文化的话是我们 金门非常重要的这个文化 所以针对预算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我们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啦 那事实上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在便利预算上面相对来讲 是比较保守一点 那我想今年经过这样的疫情慢慢和缓了 我想是可以来做一个检讨 那我回去之后会责成这个观光处 还有民政处针对我们城隍庙 我们要举办的这个城隍文化观光机的话 来做一次撤离一个检讨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看看怎么样可以把这个 除了经费以外的话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也可以一起来改善 今年的5月30号也就是农历的戏格子里 为了庆祝五岛一组城隍签至343周年的正日 五岛城隍庙管委会特别邀请43间的城隍庙 总共千人抵达金门 参加全国城隍金门大会师的绕镜 祈福五岛一切平安保镜又民 一切平安保镜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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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平安保镜又民